5月4日,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方七项景区也迎来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 这个假期,由支付宝和福州市政府联合打造的标杆数字街区在福州三方七项闪亮登场。 民众不仅能在这里感受福州城的历史脉络,还能体验数字生活给民众带来的便利。 眼前这个名为垃圾分类绿色能量生成机的旁廊大物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记者看到,只需打开支付宝中的应用程序,扫码开仓,便可投入饮料瓶等垃圾,还能收到小惊喜。 小程序扫一扫,它就会自动开启它的参门。 然后开启参门之后,你垃圾投进去之后,它会防给你一个蚂蚁森林的能量和一个种子树签。 然后这树签的话,它主要是用来,你如果平常有看书的习惯的话,可以用来夹书。 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插在土壤里面,然后浇一下水,它就会展出芝麻花或者激光花, 或者三叶草,这三组里面的一种植物。 在山盘气象,随处都可见数字应用场景。 智能语音导览,墙面AR合影,雕塑AR合影,刷脸打伤等,增加了市民和游客的旅游区威信。 万一遇到手机没电了呀什么的,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有了这个刷脸支付就比较方便,比较便利,而且也很快很便捷。 在众多的应用场景中,区块链爱情术吸引了不少情侣们合影留念。 情侣们通过支付宝AR扫描图案,进入区块链爱情术小程序。 上传的合影和爱情宣言等内容,就能在区块链上永久地保存下来。 区块链是一种技术,它可以永久地保存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的寓意就是说,希望你的爱情像区块链一样,就是说,抱到这个树上,然后你们爱情也是长长久久永远不会被抹除。 记者看到,参与体验者每人都获证一个小卡片,游客们纷纷写下心愿,挂在大龙树上。 上传了一个,看一下,上传到这个区块链上,应该一直都在,只要阿里的服务器在,它应该就在。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通过设置数字科技场景体验,将三方七项数字景区打造成福州的城市名片。 实际场景应用,富有趣味的互动体验,也能让福州市民级游客更直观地了解人脸识别、区块链、AI等数字科技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